妻子林雅醉酒衣衫不整的被男司机送回家,李翔在她衣物里闻到熟悉味道,偷看她的QQ小后,发现她有个不堪入目的群。 大家好,我是侦察院频道主播老黄瓜,接下来继续讲述今天的故事。 深夜十一点了,妻子林雅还没回来,李翔刚走出阳台抽烟,手机却响了起来,是林雅司机的电话,司机告诉李翔林雅醉倒了。 她能不能下来接林雅,司机的语气中充满了疲惫,李翔说了一声吼,就挂下电话,随手拿了外套便出了门,她刚下楼,林雅狼狈的样子出现在她的面前,林雅一身淡薄的白色碗礼服,透明肩带已经松弛,挂在手臂上,松松垮垮的碗礼服肩带已经脱落,一看就是这样很久了。 李翔将林雅无力的手臂,轻轻满过肩头,回到了家里,将林雅带进房间放在床上,李翔开始帮她换衣服,碗礼服和内衣脱掉,换上了起居服。 费尽力气把林雅的丝袜退下,再换上裤子,李翔已经是精疲力竭了,随手在床边放个水桶和脸盆,她便将换下来的衣服拿到阳台,打算放着明天再洗,有一无意间,闻到一股奇怪的意味,这味道男人都懂,李翔用力的闻了闻,味道居然是从林雅刚换下的衣服上传来的,经过辨认,是叠在最上面的内裤传来的, 她直觉的想到,莫不是林雅出轨了,不动此念疾霸,一旦动念,她便不可一致的开始了胡思乱想,李翔和林雅在同一家公司,但李翔只是公司的一个部门经理,而林雅作为公司副总,一脸冰霜的样子,不知道吓哭了多少刚来公司实习的小姑娘,李翔看着镜子里的自己,绑佛头顶上有着一个巴着绿油油光芒的帽子,身为男人无法忍受妻子。 李翔又把林雅的衣服发下,仔细检查了她的身体,却没发现什么痕迹,拿出手机,李翔立刻给司机打了个电话,问了一番,司机刚刚洗漱完毕,还没入睡,李翔虽然很抱歉,但还是问了一大堆的问题。 林雅从酒店出来确实很迟了,不过好像有些不高兴,坐上车就睡着了,李翔一逗从生,却无处排解,一晚上没有睡着,第二天,她联系上本地的一个私家侦探,交了定金,要她调查林雅,这是口碑不错的私家侦探。 以前李翔与她合作过商务调查,没有出现两头吃的情况,所以还是很放心的。 李翔原本以为林雅会对昨晚的是守口卢瓶,不料吃饭时她却主动坦白了,说昨天那边接待的人,安排了几个南公关陪同,推辞不掉,后来酒喝大了。 等她反应过来时,正活一个南公关躺在床上,但是什么都没发生,她把南公关轰走就回来了。 虽然这个解释很牵强,但李翔只能握着林雅的手说这是不怪她。 林雅笑了笑没有说话,突然她的手机响了起来,林雅拿出手机看了一下,立刻急匆匆地对李翔说,公司里有急事,她必须立刻过去一趟,等她忙完,一定会好好补偿李翔的。 说着林雅在李翔脸上亲了一口,然后又匆忙地跑进卧室换衣服去了,没多久她就出来了,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紧身包臀短裙,腿上穿着黑色丝袜,脚上蹬着红色高跟鞋,手里拿着小包,神色匆匆地走出了家门。 李翔有点疑惑,去公司处理事务,穿得这么耀眼性感干嘛,林雅现在正是最有女人为个年龄,本来底子就好,稍微打扮一下更是性感,而且她特别喜欢穿包臀裙配黑色。 李翔也喜欢看林雅穿性感的服装,除了扬眼之外,还是一种炫耀。 李翔给斯家侦探阿彪打了个电话,问问她事情调查得怎样了,阿彪说根据调查,确实发现了一些可疑之处。 李翔的心里咯噔一下,但是还是不动声色地问阿彪,她说的是不是林雅昨晚和南公关喝酒的事情? 李翔说这个她已经知道了,阿彪在电话那头说不是这件事,她通过特殊手段,破解了林雅的QQ小号,她有个聊天群十分可疑,不但要缴纳高额的会费,还必须有担保人才能加入。 林雅是在两个月前入群的,虽然很少说话,但是在上个月,她和一个网名叫做猛男的人加了好友,两人的对话很暧昧,李翔叫阿彪说把账号密码给她,她自己看看,没过一会,账户和密码发到了李翔的手机上,现在的人都用微信,已经很少用QQ了,她又重新下载了软件,登陆上去之后,发现果然而有一个聊天群的存在。 不过这个群现在没什么人说话,李翔在群文件里浏览了一下,有一些介绍的文章,还有一些视频,那些视频里的人玩得很好放,突然李翔看到一个最新会员认证照片的文件,他点进群文件,里面大多是一些不露脸的女性的自拍照,各种形态的都有,有非常直接暴露的,也有半遮半眼的,有身材超好的,也有一般般的。 李翔一张一张的方看着,突然她的目光停留在了一张照片上,这个女人没有露脸,但是这张照片的背景,李翔很熟悉,那是她家的卧室,理练的墙地,衣柜,大床全一模一样。 李翔的大脑嗡的一下,胸口一阵气闷,有一种想要吐血的感觉,她那高贵的老婆,居然愿意把自己的自拍照,放在群里和其他人一起分享。 这张照片不知道被多少男人看过了,在他们看这张照片时会想些什么,会做些什么李翔不用想也猜得到,这个发现依然让她两眼发黑。 第二点,李翔心情沉重地去了公司,然后到了西烟区想要抽支烟,西烟区没什么人,除了她之外,就只有打扫卫生的秦大爷了。 她这人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好色,没事老直勾勾地看着公司里的女同事,不是盯着人胸看,就是盯着屁股看,已经被投诉了好多次了。 李翔随手递给秦大爷一颗香烟,本来他跟秦大爷是没什么共同话语的,谁知道秦大爷抽了一会,突然对李翔说李总是个好人,有些话他本来是不想说的,但是他不说他这心里又憋得难受。 李翔还是以为秦大爷,是对自己的待遇有啥不满意,或者是要向他投诉谁。 秦大爷却叫李翔的注意一下销售部门的盲盲,这小子这几天没事老缠着林总,他看盲盲是没安啥好心思。 李翔愣住了,这个盲盲他也有些印象,经常健身,一身健字肉,胳膊跟他腿一样粗,但是油腔滑掉的,这种货色感去缠林雅。 林雅一个电话就能叫他滚蛋,李翔看了秦大爷一眼,扔掉了手里的烟头,说了句谢谢秦大爷,他去上班了,李翔就没把秦大爷的话当回事,估计他和盲盲之间有啥私人恩怨。 现在跑自己这点套了,但他找的这借口实在是太愚蠢了,忙碌的一早上过去了,午饭之前,李翔去一趟洗手间,在他蹲大号时,他听到对面有人在打电话,那家伙是个大嗓门。 他说的话李翔不想听到都不行,那人说,昨晚他把他们公司的大美女林总给睡了,别看林雅那骚货,平时在公司冷冰冰的,但其实热情似火,什么花样都愿意玩。 那人又说他忘记拍照片了,下次他一定拍照片给兄弟看,李翔心头的怒火疼了一下就冒了起来,但当时他在上厕所,等他出了卫生间,已经看不见那人的人影了。 李翔从人事档案里,找到了王蒙的信息,传真给了阿彪,三个小时之后,阿彪的电话的过来,根据他们的调查,王蒙这个人爱嫖豪赌,现在欠着十几万的高利贷, 果然是个人渣,李翔心里暗骂了一句,他叫阿彪想办法,晚上把王蒙约出来,具体怎么谈听他指挥。 晚上李翔躲在阿彪的专用面包车里,车上有一台监听设备,他戴着耳机拿着望远镜,看着阿彪和王蒙走进了对面的小饭馆,阿彪身上也藏着通话器,他们可以互相交流。 李翔听到王蒙问阿彪,是不是愿意出三万从他这买点消息? 阿彪把一个黑色小包扔在了桌子上,叫王蒙把知道的都告诉他,这些钱就全是王蒙的了。 王蒙伸长脖子朝小包里看了一眼,马上满脸堆笑的说行,他知道的都告诉阿彪。 阿彪问他们公司的林总,平时生活作风怎么样,他和林总关系怎么样,王蒙抽了一口烟, 斜着眼睛看着阿彪问,他会不会是林总派过来的?阿彪没有说话,拿回了装着钞票的小包,准备转身走人。 王蒙赶紧拉住了他的胳膊,叫他别走了,阿彪又坐回了凳子上,李翔叫阿彪再给王蒙加三万。 阿彪叹了口气对王蒙说再给他加三万,他要再贪心,自己可要转身走人了。 王蒙猛地抬起了头,惊喜地问是不是真的?阿彪说真的,他说完之后立马转账给他,不会骗他的。 王蒙闻了一口酒,这才说他跟林总上过床,这是阿彪可千万别对外说的。 阿彪不可置信地看着王蒙,问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,这可不能吹牛笔。 林总这样的人,他怎么可能搞得上手?王蒙说他也不知道,是林总主动勾引他的。 李翔叫阿彪让王蒙说仔细一点,王蒙告诉叔阿彪,昨天在公司门口他碰到了林雅。 林雅说他要出去办点事情,叫王蒙替他开车。 王蒙心想,要是这次能在林雅面前好好表现,说不定能调个好一点的部门,就答应了。 上车后,林雅说去军阅酒店,王蒙就开着车往那走。 林雅坐在副驾驶上,问他怎么这么大年龄了还不结婚。 王蒙就说他没钱谁能看上他。 林雅又说看他身体这么强壮,肯定需求很旺盛。 平时咋释放欲望泄火,是不是去找小姐? 林雅又说他和他老公日子过得太平淡了,没有以往的激情了。 王蒙觉得林雅看他的眼光怪怪的,像是狼欠了兔子一样,他知道林雅在挑逗他,要是公司里的其他女员工,说不定他就趁机上手了,不但能嘴巴上占点便宜,还能在他们的身子上开开油。 可是那是林雅林总,他不敢,在路上时林雅说口渴想要买水,王蒙就把车停了一下,林雅买水回来以后,已经把外套脱掉,跨在了自己的手臂上。 他递给王蒙一瓶水,自己也打开盖子喝了一口,林雅里边穿的是一条紧身白色短裙,身材那叫一个八道,他的裙子很短,往下一坐就露到了内裤。 王蒙看了一眼,就差点喷鼻血,林雅却没看他,说是自己困了想要睡一会,然后就倒在椅子上睡着了。 王蒙说放着这么一个个香喷喷,白嫩嫩的大美女坐他跟前,那还是他的顶头上子,他哪里还能安心开车,他把车停在了军越的地下停车场,看到林雅真的睡熟了,王蒙忍不住摸了一把他的腿,看他没啥反应,就把他的肩带拉下来。 王蒙正想拿出手机拍个照片,突然林雅动了一下,王蒙赶紧给他穿好了衣服,林雅打了个哈欠,迷迷糊糊的问是不是到了,王蒙心里有鬼不敢看他眼睛,小声的说了声道了,林雅下了车穿好衣服,就出去办事了。 他之前叫王蒙在408等他,说可能要喝酒,晚上还要王蒙送他回公司,叫王蒙先在那休息一会,晚上八点多,林雅回来了,他真的喝了不少酒,站都站不稳了,王蒙想过去扶他一下,没想到他脚底下没站稳,把王蒙也带倒在了地上。 林雅摇了摇头,又站了起来,他迷迷糊糊的往洗手间走去,然后王蒙听到了流水的声音,王蒙想他可能是想放水洗澡,可能林雅喝得实在太醉了,洗手间的门居然忘记关了。 王蒙大着胆子,偷偷地趴在门缝看了一眼,可是这一看他就离不开眼睛了,林雅所有的秘密都被他看得一清二楚。 王蒙说他一直看着林雅洗完澡,在擦身子他才跑了回来,他想走又舍不得。 这时林雅走了出来,他居然围穿衣服,看到王蒙他叫着老公,然后扑了过来。 王蒙有点担心的想推开林雅,可是林雅搂得太紧了,最后他也失去理智了,这么个大美人扑过来,谁能忍得住,王蒙就直接把林雅按倒给干了,然后他去洗了个澡,看到林雅的内裤扔在那里,就拿他内裤擦了擦,就偷偷地跑了。 李翔无奈地靠在了后边的靠背上,叹了口气叫阿彪找王蒙要证据,阿彪对王蒙说,他说了这么多,都是他自己说的,他好歹地拿出点证据出来,王蒙说证据真没有,他那时心慌意乱的哪里来得及拍照片,他要有证据,怎么能被那娘们这么欺负? 李翔心头的怒火再也压不住了,没证据在这裸里巴索一大堆浪费他的时间,他问阿彪说桌子上有没有烟灰缸,有的话拿烟灰缸砸王蒙脑袋,给阿彪两万,然后李翔便听到了王蒙的惨叫声,看着他倒在了地上,李翔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家,林雅居然还没回来,桌子上有一张纸条,纸条写着公司有急事,我得赶今晚八点的飞机去趟杭州。 李翔愤怒地撕碎了林雅的留言条,然后拿出电话开始疯狂地给林雅打电话,可是他的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,怎么也打不通,李翔贪坐在地上,他不明白,他和林雅之间,何时需要靠留言条传话了,有什么事情不能打电话说清楚。 就在李翔心灰意冷满心愤懑时,林雅的电话打了过来,他一把抓起电话接通之后就怒吼起来,问林雅搞什么鬼,要走怎么不给他打电话说一声。 林雅有点委屈地说事发突然,他的手机又刚好没电了,就没来得及给李翔打电话,他刚在机场这边充了点电,就给李翔打过来了,又说飞机马上就要飞了,他得过去了。 林雅匆匆地挂掉了电话,李翔的心里还是没有平静下来,刚才在电话里,他听到林雅那边人声嘈杂,不断有播音员播报着航班机次,应该是在机场无误,但是,就在李翔今晚想要当面跟林雅问个明白时,他居然出差了,这是巧合还是阴谋,他到底是去出差还是去做别的,谁能知道。 李翔打开了一瓶红酒,他也懒得用杯子了,直接抓起酒瓶王嘴李冠,耳朵不断地响起刚才王翁所说的话,林雅脱取了外套,林雅抱住了他,他们发生了关系,李翔感觉到自己的脑袋,像被千万根钢针在扎,心脏在被野兽撕咬,他不断地用手拍打着自己的脑袋,好像这样就能减轻他的痛苦一样。 怕的一声,李翔愤怒地把桌上的酒瓶在地板上摔得粉碎,他不禁有些迷茫,王蒙说的有板有眼不像是假,可是他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己的话。 如果李翔这么直接地去质问林雅,不管事情是真是假,以林雅的脾气,他肯定会一口否定,而李翔又没有任何证据,那样就变成他在捕风捉影,不可理喻了。 就在李翔思绪万千,不知道如何是好时,阿彪的电话打了过来,他接通之后,电话那头传来了阿彪心急火燎的声音,阿彪说出大事了,王蒙被人用车撞了,当场死亡。 李翔大吃一惊,王蒙居然被车撞死了,是意外还是有人刻意安排,如果警方介入的话,最后肯定会查到他的头上的。 电话那头阿彪惊慌失措地说,王蒙被撞之前,自己刚和他吃饭,还拿烟灰刚砸了他的脑袋,这可都是离走直屎的。 警察要是问起来,自己可都抖出来了。 李翔叫阿彪先别急,这可能是个意外,他叫阿彪这两天先不要露面,他做公安局的朋友问问情况,如果警察找到阿彪身上,他就照实说好了,没有关系的。 听了李翔的话,阿彪似乎平静了一点,他说李总果然是办大事的人,这份处惊不变的本事,他阿彪是拍马也跟不上。 听了一下,阿彪又压低声音问李翔,这是不是真不是他找人干的? 李翔不耐烦地说,他今晚才知道具体情况,哪有功夫去买凶杀人,问阿彪是不是给吓傻了? 阿彪说那他先多几天,李总的能力他还是很信任的。 挂掉电话之后,李翔用手擦了一把刚才头上冒出来的冷汗,手指微微颤抖着抽出一支烟塞进嘴里,他想点烟,可是那该死的打火机却怎么也打不着。 李翔愤怒地把打火机摔在了地上,他刚才的平静是装出来的,因为他要安抚阿彪。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,他的第一反应就是,这件事情是林雅找人干的,目的就是杀人灭口,怪不得他要急匆匆地离开。 这个时间点踩得很准,他上飞机之前,王蒙应该还活着,他上飞机之后,王蒙就死了,这件事情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 好狠的心,好毒的手段,这还是不是那个陪伴了自己十几年的枕边人,那个自己示弱珍宝的娇妻林雅。 李翔突然感觉林雅好可怕,他是何时变成这样的,在丹惊受怕中过了一夜,第二天阿彪的电话又打了过来,他说李翔摆平这事了,真是神通广大。 刚才朋友给他打电话,说那司机喝醉了,撞了人还不知道,警察给他醒酒后,他就全认了,然后又问李翔是怎么搞定的。 李翔终于常常出了一口气,还好只是意外,随口应付两句就挂了电话,看来他都变成惊弓之鸟了,昨晚居然怀疑是林雅干的,他哪有那的胆量做这种事,他们都是聪明人,又有着光明的前途,买凶杀人这种愚蠢的事情,只有疯子才做得出来。 李翔认为王蒙死得挺好的,本来他就恨不得王蒙去死,抬头看了看四周的墙壁,李翔突然感觉有点气温,林雅一出差他老感觉待在这个家里门的慌,夜风有点凉,他搓了搓脸,钻进了停在地库的车,把汽车开出了小区。 李翔又开着车漫无目的地在路上乱转,大都市的夜晚霓虹闪烁,五光十四,让他有点分不清现实和虚幻,他就像是一个迷失了方向的游魂,就这样转啊转一直转。 李翔把车停在了路边,想去马路对面的便利店买包烟,突然发现对面有两个人,从一家酒店里走了出来,男的是个黑人,估计的有一米九高,满身的剑子肉,看着充满了力量,女的性感妖娆,这女的穿着露旗装,小短裤,那个美女兴奋的说着什么。 当李翔看到女人的脸之后,她整个人就像被电打了一样浑身麻痹,那个正在搂着剑撞黑人的胳膊,不停撒娇女人不是别人,正是她的妻子林雅,本该在杭州出差的林雅,她只穿着露了小半屁股的超短裙,上身式的吊带小背心,露着一大截洁白的细腰,而那个黑人的手,还在她的屁股上不停地揉着,怒火在李翔的胸膛燃烧, 她恨不得现在一踩油门,把这对狗男女直接撞死,但是她忍住了,对着他们拍了张照片,调转车头驶离。 第四天林雅回来了,她是傍晚十分回家的,当林雅用钥匙打开房门走进来之后,把目光投向了李翔,她的目光中带着一种难言的意味,像是愤怒又像是疼惜,唯独没有一丁点温柔和爱意。 李翔也望着林雅,目光冷漠就像看着一个陌生人,她知道林雅这些天,到底做了些什么,但是林雅不知道,她这些天到底做了些什么,他们的两个人的目光,互相交换了一下,又各自转移开了,李翔轻轻地说了句回来了,林雅喃了一声,李翔问她吃过饭没,林雅回答说刚刚吃过了, 李翔叫林雅洗个澡早点休息,说完她就转身走进了卧室,半夜林雅推开了李翔的房门,走了进来,李翔知道林雅有话要对她说,李翔也有话想要问林雅,她一直在等林雅的到来,他们曾经是夫妻,彼此想做什么一个眼神就已经足够了,林雅轻轻地关闭了房门,坐在了椅子上, 而李翔也从床上爬了起来,他们都没有开灯,就在黑暗之中看着彼此,林雅问李翔是不是她做的,首先开口的是林雅,一如既往的一针见血,李翔没说话,因为在这几天她已经做完了她该做的事,林雅问李翔这样做有什么意思, 李翔放缓了语气,对林雅说是道如今木已成舟,但是自己还想听她解释一下,她背着自己和黑人玩什么调教游戏的事,一个不够,还一次搞了三个黑人,她怎么没被玩了? 李翔直直地看着林雅的眼睛,她想从林雅的眼睛里看出愧疚和慌乱,林雅轻声说,她一猜就知道是李翔, 他们结婚多年,李翔就这样对她,网上那些视频是李翔散播出去的,李翔恼怒的回答说,她不知道什么视频,但是她看到了,看着林雅瞧着屁股母狗一样的丑态,她看到了林雅像一个性牛一样,被三个黑人玩,林雅看着李翔沉默不语,多说无意,李翔没有在林雅回来之前就搬出去,也只是为了当面发泄一下怒火,该做的这几天都已经做了, 拖着她早已收拾好的行李箱,离开了家门,林雅和三个黑人乱搞的视频,是李翔上传的,那天李翔看到林雅和那个黑人,从酒店出来的事情后,差点无法克制地撞死他们,但最后关头她忍住了,把偷拍的照片发给阿彪,让她帮忙查那个黑人的信息, 当天晚上,李翔就拿到了那个黑人的全部材料,她叫汤姆,是一个非洲小国来广州留学的留学生,在学校里就勾搭了不少女大学生,李翔做的是很简单,找了汤姆两个确认癌滋病的同乡,一人十万块,让他们主动联系汤姆,很顺利, 汤姆那种贫穷小国来的家伙,也就在学校玩过没见过世面的女大学生,那玩过林雅这样娇媚性感的人妻,在两位同乡的吹捧下,很快就忍不住拿出来炫耀,那两个黑人根据李翔的要求,提出希望参加的请求,汤姆原本还不乐意,但他哪是两个同样体格健壮的黑人对手,在一顿胖揍后,又加上金钱的攻势,很快就顺从了, 但当时李翔没想到的是,林雅听汤姆说,又有两位猛男黑人想要加入,不但没有拒绝反而非常欢迎,他们三个在酒店玩的花样摆出,林雅浑身都被玩遍了的丑态,全被那两个黑人,偷偷放在包里的针孔摄像拍下,并且实时传播到李翔的手机,李翔发布到各大论坛,三天之内就让林雅火了, 在他还享受着三位猛男的游历冲击时,他就已经被董事长下了辞退通知,民生顶峰臭了十里地,他的高傲,他的自信,在这三天内全部崩塌,而林雅现在还不知道,那两个黑人有艾滋病,这才是李翔真正的报复。 好了,本期故事到此结束,我是主播老黄瓜,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,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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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